像我小时候眼睛不好 所以我每年都救给 救那个人叫吉斯币 吉斯币就专门这部飞机 救到贫穷的地方去 去帮那些人 就是眼睛开刀 在菲律宾 在尼泊 贫穷的人 很多 那各位的这些善事 这些你可以去做 用谁的名字 用父母的名字 一定要用 用欺世父母的名字 所以各位你最好 帮你的父母取一个名字 像我们中国人喜欢 言代表爸爸 慈代表妈妈 譬如说你的名字叫陈阿兴 那你就 你的欺世的爸爸叫 言兴 那你就记下来 或是你要知道 我欺世爸爸可以 欺世妈妈 慈兴 因为是我妈妈 那你不是光 这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但是是以对待 这一辈子爸爸妈妈的方法 就对待雷世的爸爸妈妈 但是如果哪一天 你慢慢打坐 有修行 读地上经 你就有姻缘 告诉 原来我老板是我爸爸 原来我最爱的职员 过去也是我叔叔 就对你有缘的 然后过来帮助你 像我 我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 但是有很多人 对我很好很好 就像我上个月在德国 邻古人婆切 看到我 还跟我说 这个意思是说 我这个道场就是你的 就给你 那一天为了我生日 他特别从其他坐飞机 来庆祝我生日 就我一看他 怎么看都像我爸爸 眼睛就是我爸爸 明明就是我爸爸 所以他跟我结这个缘 所以意思是说 我德国柏林道场就给你 我在台湾 我这次要回去 我还有另外一个爸爸 他送我三块大土地 已经够大了 他都送 他太太不同意 但是他就跟他太太 洗洗脑 那也是我有一次的父亲 但是都是结善缘的 结善缘 所以他来护制 也有结二缘的 我做好事 他就一定要让我消灭 所以人在这个世间 有善缘有恶缘 所以我讲这个 各位一定要 经常忏悔 消除累世恶缘 消除累世业障 千万注意 你不能说我现在蛮快乐的 但是那个业障如果没消除 因缘成熟 他就来找你报仇 那个时候欲哭无泪 就像我们中国 各位有拜过慈悲 三昧水灿 那误达国师 对不对 成为国家皇帝的国师了 结果脚都长出了 人面苍痛的半死 为什么 过去在汉朝的时候 他一句话 让他的朋友 因为两个嫉妒 两个宰相互相嫉妒 在皇帝面前争宠 他讲了一句伤害对方的话 害对方被斩妖 古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把妖斩断 慢慢死 慢慢流血 结果这个造错就一直跟着他 生生世世要报仇 跟着他实施 为什么 因为原因那一次做错以后 他自己 我讲几句话害我朋友被斩妖 他就休息去了 出家了 所以出家用惭愧心 连续十次出家都守戒律 所以那个鬼 冤亲在主 在他身边就付不了他的身 所以各位很重要 慈戒 很严谨 那鬼神呢 他侵辱不了 但是皇帝就给他一个 一个纯檀香的椅子 封他为国师 骄傲了 一骄傲 鬼神就进到他气概里面 进到气概以后 让他痛得半死 后来他了解这个道理 观音菩萨现前加持他 叫慈悲三昧水 要加持之前 这个气概就讲话了 我就是那个造错 你就是那原因 十四我找你报仇 现在你好在有这个 迦洛家尊者观音的化身 我也愿意接受超度 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因果告诉你 结果这个悟达国师一听 忏悔 虽然好了 不再回去做国师了 躲在乡下 毛棚 水河边 写下这个三昧水产 这个很重要的 那就 如果各位有什么业障 那你就把这一本请过来 如果你会看中文 自己拜就可以了 如果有法师带 那是个福报 如果没有法师 那我们就自己念 最主要是有惨愧心 在虔诚的忏悔 请记住 只要你生病 只要你不顺利 只要谁对不起你 你儿子对你不好 你太太对你不好 你的老板员工对你不好 首先你要做的是向他忏悔 如果你不懂佛法 你觉得干嘛 我对你那么好 你干嘛要伤害我 那你会火上加火 所有的逆境 痛苦 是自作自受的恶业 现前了 业障来了 你怪对方没用 你要向对方忏悔 就像那天有个妈妈 我的女儿我讲什么 我讲他一句 他骂我三句 我气死了 那我们法师就说 你骂你姐姐 上辈子你姐姐 这辈子做你女儿 你骂他 心里不爽 我是你姐姐 他内心里面就这样想 所以这个方法不行 如果你以尊重的语气 跟他讲话 他就会接受你 所以各位 这个因果轮回很特殊的 我们凡夫不知道 至少我们懂得这个方法 所以你过去怎么对不起他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就弥补 所以各位特别 你要超度堕胎胎 老实说 我发觉很多妈妈 这个都没超度 有啊师父 每次法会我都写牌位 我写了几百次牌位 没有一次不写牌位 写牌位的动机好像不对 我写完你赶快离开我 你要把他赶走 不要让我痛啊 你没有对他慈悲啊 你现在牵着你的儿子抱得半死 然后你也要把他赶走 甚至师父我写了牌位 带你们电视台 我又没有开孤儿院 写了你去找师父 不要跟着妈妈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个鬼神他有他心通的 你想什么他都知道 鬼有他心通 各位有没有看过鸡桶 鸡桶 很多鬼附生的 你前世什么他都跟你讲 鬼神就可以知道你前世 所以有人问过说 师父牌位 麻烦了 我现在住在巴黎 我是要写 台湾还写中国 那名字我改过了 到底要写什么名字 你打成肉酱 他还跟着你呢 你改名字有没有 冤青在主会 因为你改名字不跟你 你过去男人 现在变女人 他还是跟着你的 因为你要找你讨报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重点是既然跟着我 那我就好好的跟你忏悔就好了 那我什么样对不起你 我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跪着为你念心经啊 我体力好一点 跪着为你送地藏经啊 对不对 然后我来做功德给你啊 他就高兴 所以各位你要超度 这些堕胎胎儿 你最好除了向他忏悔 胎儿喜欢什么玩具啊 在这边摆了很多玩具啊 球啊 糖果啊 饼干啊 爸爸妈妈买这么好的东西 给你 对你很好 各位最好还要买个玩具啊 漂亮的一件儿童的衣服啊 你买了衣服干嘛 送去给孤儿宴 印度啊 尼泊尔啊 寄过去 然后我替你做哦 妈妈店你很好啊 他很高兴 他一高兴你会发现 你第一个感应就不会痛 最近腰怎么好了 膝盖舒服了 舒服了 医生捏老半天也捏不好 针灸也扎完了也不好 因为你有冤亲在主 你怎么弄也弄不好 所以话又讲回来 一个人如果生病 生病的因是什么 我再讲一次 去年讲 今年又讲 因为我看各位还在生病的样子 还没有好 一个人为什么生病 第一个 来 累世的业障 业障就是杀身啊 欺负人啊 不孝顺老人 这叫业啊 这个业会让你生病 不一样的业生不一样的病 那这个业障你要忏悟 第二个 鬼神要超度 那你所对不起的这个众神或人 他如果投胎 他不甘愿 他就会负在你身上 所以就刚刚讲了 如果父母在你身上 祖先在你身上 还没超度 你这个人脸永远白白的 好像都没睡饱 因为吸你的精气 为什么要做烟共 这个食物的香香 这个鬼他是吸气的 吸气的 如果你把一个豆腐香香的 拿去拜那个地基主啊 拜祖先 马上那个香味就没有了 然后那个豆腐就臭掉了 所以如果有鬼或是祖先 胎儿 附在你身上 你身体一定不好 没气 不好睡觉 附久了以后变成病 血路不通 然后就怎么样 那所以你要超度他 那要超度他的方法 除了第一个 向他忏悔 第二个 用他的名字 帮他广修功德 让他高兴 再来呢 你有帮他诵经 请他去升天极乐世界 这样 再来你再看医生才有用 所以念下来 身体不好的三个原因 来业力 鬼神 四大不调 四大不调就坐太久 眼睛看电脑看太久 吃太饱 吃太油 这些 但是别人吃太油 血管也没事 为什么我吃油 血管有事呢 对不对 一个人血管有事 是因为贪心重 贪 贪就伤水 所以你的血管会不好 或是肾脏也好 肾脏不好 贪男女色 肾脏不好 肾脏不好就会脊椎不好 然后脊椎不好就会腿不好 那当然我们会想办法按摩 那你就不要邪淫了 不要太贪了 你又发觉他 不再给他加油了 这个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 所以佛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些方法 那一个人心脏不好 为什么 撑呢 爱骂人 生气 你心脏快跳出来了 一个人肺不好 生闷气 正面不敢骂 后面一直骂 肺不好 伤气 一个人骨头不好 骄傲 骄傲自以为是 我是博士 我是有钱人 那你骨头就快裂掉了 一跌倒骨头裂掉 膝盖退化 就这个问题 所以一个人急躁 肝不好 所以各位 心态 因到行为 行为造成夜暴 所以佛陀说 那这一点 糖尿病 也是因为贪 所以 血液里面 有问题 规定你不能吃糖 糖就是贪 现在人又喜欢吃辣 辣是不是贪 辣死你 那所以各位 你还是吃有机的好了 修行 要开始改变一些习惯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问题 心态行为 那就会造成 这个叫四大不调 造成你的身体问题 各种的问题 那当然 了解这个以后 原来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那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心态改变了 你会发现你骨头好了 心脏病好了 不要生气 没有高血压了 吃淡一点 少瘫一点 血管干净了 慢慢这样 更重要 这边有盒 平常买一瓶牛奶 倒在盒里面 缅甸人除了倒牛奶 还要加花 供养龙神龙王 然后呢 你这样 龙王欢喜 然后不吃牛奶 那你就 跟龙主也结善缘 什么叫龙主 就是你吃掉的螃蟹虾子 叫龙主鱼 然后龙也代表财 会发财 所以不能得罪土地公 不能得罪龙神 我们叫土地龙神 各位你买个房子 一定要拜土地公地基组 你不要说我是佛教徒 我拜佛的 我哪有在拜土地公的 我们是归佛 土地公照顾我们 谢谢他 所以各位门神有门神 水有水神 火有火神君 照公照公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叫家宅无神 你出一食物 都要谢谢他 我们不是归他 但是他不帮你 你怎么生活呢 做生意的人 不拜福德正神 土地公 你没有生意好做的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这些存在的一切 你要用各种的方法 去报恩他 佛教是报恩的思想 去感谢他 虽然爸爸妈妈不是佛 我们要好好孝顺 因为对我们有恩 并不是说归佛了 我三宝弟子 我出家了 我不用孝顺 那不颠倒了 我们出家人 要比在家人 孝顺百千万一倍 因为你不孝顺 自己的爸爸妈妈 怎么去孝顺别人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下课 你可以写写排位 比如说你心脏不好 那你就 你要想说我忏悔 我要改变我的个性 讲话不要太急躁 等等等等 吃东西淡一点 重重 第二个 那你要帮你这个鬼神 取个法号 你要什么血都没关系 像我说 我血叫福心 我希望我的心脏幸福 对不对 那我的肺部有问题 所以 那我的肺部 医生说有三个白点 要我开刀 说我抽烟 我哪有抽烟 我是做烟供 医生说师傅你在抽烟啊 没有啊 做烟供 但是我在家抽很多烟 那是在家留下来的 做烟供不可能得肺癌的 然后医生跟我说 我有三点要我开刀 我不能开刀 我这么忙 你开刀什么都停了 对不对 那我就问缅甸老法师 各位有时间去缅甸 也不错 缅甸的老法师 各个打坐很精进 所以你病什么原因啊 过去什么 他很清楚 这点很好 而且不跟你谈钱了 他就是因为想要帮助你 这个才好 如果要钱了 我说你不要问 越问越穷 因为他动机不对 没有慈悲你就不要问了 对不对 这跟佛教 佛教的基本就是慈悲 所以缅甸老法师 没问题 不用开刀 都不用开刀 我就跟医生说 不用开刀 医生说你自己讲 我叫你开刀 我说不用开刀 那我出国回来再找你 我出国回来三个月 我去找医生 医生说一定要 我是对你好 就去检查 我取名叫三福 医生一查查 没事了 好像剩下两点 一点点 师父你怎么修的 我就写牌位给他看 三福 我对他很好 替他做烟共 帮助他 那他不超度了 对不对 因为这是我抽烟的业力 三福 你要写什么随便你 甘不好 你写个词甘随便你 你要用好的名字 然后你就用他的名字 去帮他做好事 跟钱多少没关系 就是你有这个心就好了 就像各位吃饭 每天要吃饭 拿七颗米 我替我的心脏的众生 布施把米丢到树下 这个也很大的功德 我现在要念 我为他多念七声 重点就是 就像你太太 不是要你钱 是要一点感受就好了 你送一点礼物给他 你给他称赞一下 他就高兴到天亮 冤心债主就是 你就是欠他债 所以你对他好 用各种的方法 对他好 你也不用怕 很容易超度的 很容易超度的 所以你跟他忏悔 你现在对他好 那你也改变一下 你的饮食习惯 对不对 心态 那你会发觉 你再去医生检查 那没事的 你说这个太容易 你就你不会怕死 也不会怕癌症 怕自己找不到 癌症的因而已 那你要找癌症的因 现在都告诉你 业力鬼神 你都把他找出来了 你也不见到要知道 他到底是狗 是猫 你不用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业 一个冤心在说 你也帮他取名字 对不对 欠他钱 那我们就用他名字 去布施钱 这样 特别是 各位都知道了 来 供养三宝 帮助六道 这最简单的方法 那我想 整个世界 需要被帮忙的太多了 那你就帮他做 所以 那你就还他金钱债 很简单 当然话又讲回来 各位讲话 也要修行 一个人为什么 没有福报啊 没有人员 讲话苛刻 苛刻就是 你真的太利 你脑筋很好 但是讲话太尖 所以各位修行 没有人在骂佛陀的 意思是说 你要对待众生 都像对待佛陀一样 赞叹对方 讲对方的优点 这个叫口福啊 福报 缺点 不要讲 有些人看到别人缺点 气得半死 那是最笨的人 但是你 对方的缺点 才是我们慈悲的机会 对方越黑暗 我们越光明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去讲 对方不好 那各位了解这一点 那总之而言 各位在每一件事情上 符合道德 这样就好了 符合因果 以一个好的动机 去对待对方 对方伤害我 那是我欠他的 我伤害他 我来忏悔 这样 我来弥补 这个叫修行 那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你就不会怨天尤人 不然有时候 我那天碰到一个人 讲到讲到的 要自杀 要自杀 然后他觉得 他被人家骗那么多 对方还想伤害他 我说 你是不是佛教徒 他说是啊 是佛教徒 叫相信因果 他说师父 看不见不算 看不见不算 反正现在已经来找你要了 怎么办 伤害你的人 倒你在的人 你还要用他的名字 去做善事 甚至你在跪佛的时候 多替他跪两拜 而且观想他在你面前 你跟你 我上辈子欠你钱 我不知道 如果你做得到 命运就改变 如果你做不到 他越跟你要宰 你会气得自杀 自杀更可怜 自杀要下地狱的 自杀 我们这个才叫自杀 杀死生命轮回痛苦的因 生命才会解脱自在 这叫杀 所以佛陀叫我们杀贼 出家人就是杀死生命的贼 对内 所以我想成功不是占有外在的世界 成功是来自于征服自己 你能够征服自己的欲望恨 消除自己的恶业 那你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那你才可以帮助别人 只是我讲到这个时候 我希望各位 下辈子不要比这辈子糟糕就好了 至少下辈子升天 但是升天蛮不错的 但是升天不究竟 最好去哪里 极乐世界 好不好 诸佛净土 但是你要去极乐世界 诸佛净土 也没那么困难 只要放得下这辈子就OK了 放下不是放弃 好好的爱你的家庭 但是不执着就要放下 执着就痛苦 放下就快乐 就像你孩子很爱漂亮 你会很痛苦的 最后孩子都会老 都会丑 你现在很健康 也会生病 这是自然现象 但是心里不要生病 像我们这种人就很快乐 希望早一点老 早一点死 这样是自私 意思是说 我们天天都在积很大的福报功德 死对我们来讲 死对我们是个解脱快乐 只是现在活的时间 要把握分分秒秒 去累积福报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浪费时间 花了这么多钱 到法国到哪里 叫买机票要钱的 所以不浪费的 昨天晚上一到 哇那个河流 买面包 吃死 早上起来海鸥 晚上给他点箱 做烟共 反正饭店没什么人 我们几个法师进来 师父里面都是鬼 我说你才知道 怪不得他没人住 怪不得他空空的 对不对 以其被动不如主动 我跟你讲 我还跟你们的法师说 里面还有人跳楼呢 你相不相信 是吗 哪一间 搞不好是你那一间 因为里面的柜台 师父你那河流死了 两个人里面有人跳 正常正常 我以前是搞饭店的 我很了解 这些饭店 如果细细细细没人 就是里面就是有鬼 谁住进去都怕怕的 而且我告诉你 一个房间只要七天没人睡 一定有鬼 没办法 因为孤魂野鬼就要找地方 所以各位一个地方七天没人睡 你要去睡是可以 哭哭哭 敲个门 我来了 尊敬对方 不然你一进去 一阵阴风头痛 晚上睡不着 在推下床 电灯跳来跳去 这是真的 泰国人都知道 所以我们哭哭哭 敲个门进去以后 像我都有甘露水 哈喽 人家送我花 供养你 供养房间的众生 做功德 晚上太好睡了 他还跟我morning call 因为你对他很好 他照顾你 但是你不尊重他 你们倒没事了 我们倒有事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出家人 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你居然不理我 那不行 这个房子的地基组 土地公 谢谢你 谢谢 就像我们早上去 去那个火木 我们华人外面 有没有一个土地公 土地公是老大 你把火木 把他这边 土地公你不拜 那还得了 不是我花钱买的 你花几百万 那跟土地公都没关系 土地公认为 这土地是我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拜土地公 而且土地公也会带着 亡魂去好地方 所以各位你去拜祖先 一定要先拜土地公 拜土地公不是八戒土地公 这个食物我拜土地公 土地公你也帮我分配 给那些孤魂 特别是洋人 洋人哪有得吃 都我们华人才有得吃 对不对 帮我供养那些洋人 良人往生者还没有吃到的 土地公帮你做功的 所以我想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尊重万事万物 养成这个习惯 不要乱丢紫蟹 不要破坏水 不要破坏树 我认识一个女生 很可怜 她最近往生了 来 发挥功德 我一下四套心 她一生下来 她爸爸妈妈很有钱 她女儿以前是我的 她的妈妈是我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信徒内地 后来她嫁给一个香港 非常有钱的 学佛的家庭 我也替她高兴 但是一怀孕 生下小孩以后 医生在肚子的时候 这小孩子不能活 你们把他拿掉 因为他是佛教徒 可不可以堕胎 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你不能说这个小孩子 什么唐诗证就把他干掉 怀孕的那一刻 生命就形成了 你把他流产就是杀死他 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 告诉下一代 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 她女儿长得很漂亮 15岁就跟人家睡觉怀孕 17岁又怀孕 然后她妈妈是佛教徒 为了面子 她就带她女儿两次去堕胎 她女儿也不是很想堕胎了 然后她妈妈硬要她堕胎 后来这个妈妈是自杀死的 这小孩子会来要她债 你硬把握着 而且死之前还打电话 给我师父再见 我还以为假的 然后就跳楼 再过一分钟 她女儿打电话来哭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 因为她之前也不讲 后来她女儿再跟我讲这个 我说哇 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要超度你妈妈 最好的方法是 先超度这两个小孩子 虽然你是被逼堕胎的 这两个小孩子超度了以后 那你妈妈才可以自由 你要代替你妈妈跟他们 你真的也要忏悔 小女生不懂的事情 所以这个涛心 我为什么一定要讲 当然要祈求各位的功德 来 发挥功德 或像四涛心 往生净土 她是我过去世的一个妈妈 然后所以因为 我的一个女性徒 本来要出家了 她找到一个男性徒结婚 所以我这个妈妈 就去投胎在她家 所以 然后后来她还生下来 她还是生下来 医生给她说 她免疫系统有问题 所以她没有脊椎骨 不能走路要躺一辈子 不能讲话 因为她肺部有问题 她被子哑巴 然后如果插管 大概一两个月就会死掉 所以最好叫她放弃 但是她就不放弃 她跟我说 我说也不能放弃 照顾到最后一秒钟 后来她的婆婆就带着她 我们去缅甸找我 那个老法师 很重要 有时候我会去找她 你们这个很难解决吧 那个老法师一看到她 她结果说 这个小孩子现在生下来了 叫我拿五块钱 五块钱 买这个小女生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不能叫他们爸爸妈妈 一开口讲话她就死 然后一定要做我女儿 我要养她 我说好吧 意思她就过给我 就对了 所以她的名字叫四涛心 因为我姓四 释迦牟尼佛的四 四涛心 香港还很好 还可以登记这个名字 结果她就四涛心 但是讲好 她对不对不会讲话 万一讲话也不能叫你爸爸 你们不能把她当女儿看待 反正就是养她 那我就多了一个女儿了 我天天替她回家 后来她前一阵子往生 她说往生倒好了 因为她为什么脊椎不能动呢 因为法师有跟我说 她过去是我这个妈妈 砍掉了几棵大树 所以各位记住 砍大树就是断脊椎